Let's go 2018台北馬拉松 跑馬拉松 2018台北馬拉松 9號清晨6點半 在台北市政府前起跑 儘管飄著雨 氣溫僅15度 對跑者來說 是相當適合跑馬的溫度 長跑星星周庭穎 去年在台北馬 以2小時24分54秒 創全馬個人最佳成績 這次再度刷新 跑出2小時24分29秒 總排名第9 奪下國內男子組第一名 全馬冠軍周庭穎 衝線 賽前是覺得 可以更快啦 對啊 但是今天 今天前面都 就是依照配速在跑 就是 就算我也不怕說後面爆掉 就是反正就是盡力去跑 那只是後面真的是有點 就是真的大爆 就是想說至少要比去年快 但是越能快多少 就快多少 對啊 全車馬阿松國內女子組冠軍 則是由謝千賀拿下 她不僅以2小時40分44秒 突破2016年在台北馬 創下的個人最佳 還一口氣推進快3分鐘 只差51秒就能打破 徐玉芳所保持的 女子全馬全國記錄 他選付全國後面的路才馬跑了啦 我覺得下次可以把這兩座橋拿掉 直接直錄回來 那我全國紀錄就破了 賽前的狀況不是很好 那今天跑到跑完可以跑2小時40分44秒 覺得是給自己一個能夠再向前的一個動力 謝千賀三次參賽台北馬都破PB 目前半馬的全國紀錄就是去年所創下 除了幸運賽道的加持外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就是腳上的跑鞋 去年是參加半馬是穿世界冠軍籤子的 然後現在這雙是穿大破截 在跑的時候還是有想一下說 我穿大破截的鞋子 所以我要更努力一點 台北馬是周庭英 謝千賀 今年最後一場賽事 周庭英將等明年4月退伍後規劃比賽 謝千賀則希望能在前半年 打標10月試競賽 並為東京二運積分做準備 如果錄了的話 麻煩你的音配爾 你別開啟示給你的電池 太陽最後一名 影片見不開啟示給你的電池 然後便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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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接下來把電池傍會想試痛 策略時駿子會想試用